另外县长许正卫今天也亲自主持了花年县110年度校外生活辅导会 年终工作检讨会及下半年度校园安全会议 会中除了是颁发感谢状之外 尤其对于校园安全以及防治学生药物滥用的工作进行研讨 花年县学生校园生活辅导会 并且在思维高中办理花年县110年度校园生活辅导会 年终工作检讨会及下半年度校园安全会议 前两许正卫表示感谢航光中多到每年对学校校内校外的安全都非常重视 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家都非常辛苦 无论是民生经济国与国的关系 在边境尚未解封的台湾是高压锅 尤其在今年5月到昨天 远距学习远距办公以及社交安全距离 让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紧张恐惧教育效应 进而造成整个社会安全网的出现问题 因此身心灵如何释放显得过来重要 5月到9月 无论是远距的学习 远距的上班 或者是人与人在1.5公尺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效益 我想今年是紧张的 也因为今年的紧张惶恐焦虑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安全网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在整个身心灵如何去释放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未来 我们的现在是AR VR MR 这个虚拟实境扩充实境 到未来的元宇宙是 这个虚拟扩充的加强版 那个积极乎是 就在我们身边的心灵真理 那更加的辛苦 因为运用得宜 那是一个好的 好的一个系统 但是如果运用不当 那真的人与人之间可以破功的 觉得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状况日趋严重 更需要加强反毒宣导以及查查工作 会议当中特别邀请戴陈志老师进行演讲 提供与会师长们正向思考 会中的讨论将持续加强警政平台联系 也维护学生上学放学的安全 各级校长也提出相关建言 彼此意见交流 录制维护校园安全的工作目的 接着请关闻 欢迎收看